云南大理开悟者Yachek新人泪扬声意识 觉醒和第三眼的关系 2019年10月12日 在我们获得开悟的智慧之前 我们的觉醒主要还是和第三眼的作用有关 第三眼不仅仅是上代活化的灵性器官 座位能量系统的一部分 它是连接灵性意识的通道 第三眼在古埃及被称为何鲁斯之眼 它代表的是神权 以及对一切善恶人心的明辨 对过去和未来的洞悉 它就像鹰的眼睛 一览无余高高地俯视住一切人世间的事物 唤醒第三眼的力量不是为了支配别人 而是为了更好的自我掌控和了解真相 而我们要获得灵性上的觉醒 同样需要第三眼的灵性视觉 来看到座位社会角色和人格身份被世代编成的那一部分假我 通过第三眼的专注辨别 才能认识座位灵魂意识的那一部分真我 通过真我才能收回与生俱来的神父权能 第三眼处在大脑的中心位置 不能受到大脑的过度挤压 过度劳作 思考 记忆 情绪化都会创造出头脑幻想 从而影响第三眼的辨别功能和作用 这是一种不觉醒的状态 觉醒意味着我们能够超越头脑的幻想 对当下发生的一切保有清醒的意识 全然整体地看到本质真相 无论头脑还是情绪 在我们没有开悟之前都属于集体意识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弱化和释放这些集体意识的影响 减少第三眼区域受到的压迫 让第三眼区域充分地活跃起来 为了唤醒第三眼的灵性意识 还需要进行平衡的训练 努力达到自我掌控 一般人有限的理性平衡 对启发第三眼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真正的平衡需要经过长期的专注训练 这只能通过禅修瑜伽的方式来实现 当我们获得稳定的平衡 我们才能够借助第三眼的灵性通道连接宇宙能量 让宇宙能量源源不断地进入身体 帮助活化第三眼 活化的第三眼将和下降的灵魂意识结合 从而获得觉醒 灵魂意识是超越头脑和身体的 因此和当前的集体意识媒有从属关系 灵魂意识越强大 对身体和头脑的认同就越少 所以第三眼也被称为灵魂的宝座 失去这个宝座 我们就失去了灵性的根基 可以通过禅定来强化第三眼的灵力 在禅定当中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第三眼的中心意识 它就好比一盏灯一样 一旦熄灭人就会睡住 从而进入集体无意识 头脑应该处在一个中庸的状态 一时成为了头脑的观看者 成为了世界的旁观者 觉醒可分为前觉醒状态和后觉醒状态 在前觉醒状态里面 一时只能保有短暂的体验 比如在禅定当中 头脑思维中断 无私无虑的情况下 一时回到它的中心 和头脑产生了脱离 但是这种状态能否在日常生活当中发挥作用 则取决于一时保有觉醒的时间长度 通过不间断的平衡训练觉醒的时间 就会拉长 其牢固程度 足以让它在偏向头脑无意识的 刹那自觉醒来 在后觉醒状态 不管头脑是否活跃 一时都可以作为一个中立者而存在 不再受头脑思考的影响 而且失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是完全的觉醒状态 在这里头脑的机能已经实现了部分改造和蜕变 这不仅会让头脑变得更协调 灵敏 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外貌特质 通过持续的专注于第三眼 可以帮助激活我们的眉心轮 但是不能太用力 否则容易受到挤压 也容易眩晕 若有若无的把注意力放在眉心轮 就是一种平衡的表现 它不意味着我们会立刻拥有精视能力 重要的是它能够磁化我们的专注力 把我们带入灵性的视野 同时它也是一个吸收灵性知识的中枢和门户 任何非灵性的知识都会被阻挡在外 所以当我们有意无意地将一时焦点放在此处的时候 我们会拥有更多洞察的智慧 我们要习惯从第三眼的角度去看事物 因为左眼连接着右脑 右眼连接着左脑 肉眼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和我们想要看到的 唯有第三眼能看到实相 第三眼和头顶的学窍 宇宙一时 前额 神性入口 共同构成了一个神圣一时中心 得到者 头颅后面地光环 就是这个神圣一时中心的反应 第三眼也常常和灵蛇联系起来 因为灵蛇代表的是昆达里尼能量 宇宙的原初物质 借助昆达里尼灵蛇的能量 我们会更容易激活第三眼 本影片到此结束 感恩阅读 祝福早日登出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